六月份是毕业的季节 而各个学校都推出相当特别的毕业典礼 而东山柯林国小就从去年开始 毕业生都会制作首映的陶板 除了送给自己以外 也组成了属于班上的陶板纪念墙 成为留给学校最有意义的毕业礼物 柯林国小19位毕业生 今年以升级版的浮雕首映 打造独一无二的创意陶板 有的毕业 毕业心也有人在陶板上 留下未来奋斗的目标 做的首饰是业 然后这个首饰代表毕业快乐 然后我写的字是追逐梦想 我的梦想是希望以后可以当厨师 我做这个首饰是象征是爱 然后代表我对柯林国小的爱 做这个是象征我在这里六年了 就这里六年的回忆 因为那个是我绰号 原本是猪家所以变成猪友 校长何贤妖表示 完成陶板首映通过学习护照认证 是柯林国小毕业生必须要完成的基本能力 更期待这些孩子对培育自己的幸福原地 勇怀祈福感恩之情 柯林国小每年毕业的重头大戏 每年毕业生都发挥创意 我们今年以浮雕手印来做发想 除了每个孩子制作独一无二的 陶板手印之外 除了是个人的很好的回忆 也是送给学校一个最有温度 最有意义的纪念品 我们希望所有柯林国小的小朋友 都保有对人的温度 实时对万物都保有祈福感恩的情怀 记忆柯林是选校的愿景 小异新生照料寿苗 以及毕业生的陶板手印里 都是柯林国小特色课程的一环 宜兰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导 小异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导